LINK START 咿咿咿咿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皇帝 今天有沒有看到這個陣容 豪華陣容阿 好多台幣在這邊 在這邊聚集 大家仔細看一下 有頂級玩家 貝特 翠翠 還有 佑哥 還有最強的刀鋒 全服刀鋒 魚蛋 好不好 這邊強大的陣容 跟強大的造型 哇 看的內褲都濕阿 開噴阿 還想看我跟誰合作 還想看我玩什麼誇張的陣容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一一實現給你各位阿 這邊我們開局 是可以先點三次技能的 我們首先亞連起手 我們是打野的部分 我們一技足點兩次 一技點兩次 二技點一次 這邊我們從藍buff先開始 雖然是合作影片 可是我們不能夠輸給對面 這麼多的實況主 根本就是攸關面子的一場決戰阿 不過我們玩亞連前期比較弱勢 要是讓我們撐到後期 基本上亞連真的是可以屌年亞絲娜 那麼多亞連同時進場 亞絲娜娜扛得住阿 上了我的床走路要扶牆 老公打老婆好不好 前期是老婆打老公 後期老公打老婆 這樣應該不構成家暴吧 先被打再打回來阿 對不對 喂 警察局嗎 前面我們打野的部分 快速的在過 這邊超好笑的 我在這邊蹲 結果對面兩隻刀鋒 有沒有看到 想出來打 這個直接一個拿到一個助攻阿 沒做什麼事這種的最爽 我本來想進去打不過 看到我們兩個隊友亞連 都還沒上市的 我們就不嫌進去了 不然我們輪流 對那個亞絲娜開大阿 他肯定會懷孕阿 這邊我們陣地轉移轉來 中路幫忙推完兵線之後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稍微蹲個草 我們可以看到 唉唷 直接蹲到一個亞絲娜 我們直接開啟寒冰制裁 接一個新爆氣流斬 再接他一套 這邊我們直接對他開大 雖然跑進了塔下 不過我們順利的 還是把人頭給拿下來 1換1 本來可以1換2的 可惜阿 前期的亞連 沒辦法這樣玩阿 這邊我們要再打龜一點 這邊我們不應該出魔防鞋 我們應該先出個 恩 出個攻速鞋好了 這邊我們攻速鞋先給他買下去 買魔防鞋對刀鋒 一點屁用都沒有阿 這邊我不得不說阿 我覺得幼哥真的是太誇張 這邊我在搶這個小鳥喔 沒想到他丟一個2技能 刀鋒直接丟一個2技能 直接把我的小鳥給搶走 好 這就不打緊喔 我現在改吃這隻野怪 我想說省個制裁 沒想到過來 直接一個 2技能 又搶走 哇靠 這是人在幹的嗎 這邊我本來想打阿 不過沒辦法 我們剛剛兩個都沒吃到 我很怕等下再搶紅 又沒吃到 哇真的很尷尬 這邊我們直接給他接一套 看能不能順利帶走他 把他定在原地打 這邊刀鋒過來之後 我們直接接一個大招 欸就是這樣 欸接起來接起來 阿我的隊友咧在後面 他在後面看阿 哇操 這樣不對捏 這邊我們從溫泉出來阿 看到 哇對面的亞斯娜 想要偷我們的野怪 我們這邊直接在下一個 寒冰制裁把他留住 用2技能把他定在原地 哇這個亞斯娜 基本上原地不能亂動耶 直接被我們這樣子狂統猛統耶 老公打老婆 大型家暴現場阿 有沒有看到 輪流來下水 這個亞斯娜還在幹嘛 欸想跑是不是 我知道他一定想順我 我們先拉開距離把他定在原地 連續挑飛 送他回去 泡溫泉 我們也準備先回去稍微泡一下 這邊 對面想要跟我們打 門都沒有 前期打不贏 更不用說後期阿 這邊我們從溫泉走出來 看到 我們那個誰阿 直接衝進去討幹耶 不是 不是衝進去塔殺耶 剛剛那個是我口誤說錯 這邊我們來搶到他的紅之 我們把他定在原地 繼續接我們的 星爆氣流斬 看能不能在這邊順利的收到他 沒想到刀鋒也是真的跑得很快 二技能 一技能直接滑 反正就是一技能可以跑很快 對阿不管阿 對不對 好像可以減 免疫緩速效果吧 我忘記了 隨便拿 這邊我們來到這邊 這條路是什麼路 我看一下 這邊是來魔龍路 我們這邊進來剪 要剪個頭 沒有剪到也沒有關係 我們有出場 讓隊友看到說 唉唷 這個打野有跟過來 這樣就好了 就不會被隊友說太雷動 這是一個小技巧 你過去沒做事 至少你有到了 對不對 這邊一群同仁把兵線準備帶進來 準備集體在塔下 打一個野炮阿 不是 打一個會戰阿 這邊我們直接對他們 直接一個 所有人直接屌開大 沒想到 哇 直接被亞斯娜直接順起來 果然阿 老婆不好了 這邊看到對面的刀鋒 竟然在透我們的紅 我們 透我們的藍 當然不能夠放過他 還敢回來搶 我們直接下一個 寒冰制裁 把他留在原地 接一個星暴氣流展 阿 沒有接到大招 這邊星暴氣流展的缺點阿 就是只能站在原地看 還不能自己斷招 媽的咧 你手握雙劍 你想自己斷招還不能阿 這隻角色真的是 嘶 真的是 要改要改阿 官方請看這邊 要自己可以斷自己的招式才對阿 這樣 他才可以變得更強阿 對不對 現在這隻可是傳說最中二的角色 你不讓他強一點 傳說這款遊戲怎麼繼續下去 現在我們當個打野沒有試竿 我們就來當個草叢吃漢 我們在草叢盡量的蹲 盡情的蹲 這邊我們在草叢裡面先回空氣疊被動 有沒有 感覺到有沒有 對面的這個人 直接走出來 我們直接給他接一套 接一個寒冰制裁 阿 這邊應該直接進去殺了 不過我怕隊友不會跟我這個人 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這邊看到隊友都在後面 我們一樣沒有進去 我們讓隊友進去就好 這個時候自己先進去有沒有 隊友覺得在後面剪頭 我們就要當一個在後面剪頭的角色 這邊我們跟著隊友一起來吃這隻凱撒 大家想想看 五個雅連一起開星爆氣流展 吃凱撒的畫面 那凱撒基本上 你看喔 一直狂閃耶那個凱撒 那個血量狂噴夢噴 然後第三隻雅連來了 第三隻同仁來了 哇這個 這個凱撒直接被我們砍到不成人形阿 雖然看起來好像打得很屌 不過其實吃的速度好像其實也還好 這個就是這隻角色最屌的地方 看似很屌 其實好像又沒有那麼屌 這個官方就是厲害 能夠把一個角色做成如此 這麼的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他 反正以後只要有人問我說 推薦要玩什麼角色 我就會問他說 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中二病 他如果跟我講有 我絕對推薦雅連 同仁給他 絕對是中二到爆炸 這邊我們再來吃這個藍buff 這邊我們基本上是勝券在握阿 雖然對手有佑哥 還有全服的刀鋒魚蛋 不過我們也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們是手持雙劍的同仁 亞斯納子哪一把劍 怎麼可能比得過 這邊我們在空氣中揮被動阿 所有的角色被動 就只有他能夠在空氣揮 你看扭不扭逼 這邊 對面 抓到幾個落單了 這邊我們直接 為什麼他知道我在這邊 他進來是直接接招 這邊沒關係 我們直接給他打一套 看能不能夠收掉一隻 不過看來是沒辦法 這邊直接一個屌送頭 好像 靠杯 我怎麼經濟最低 跟你講阿 這款遊戲就是這樣 特別不友善 有沒有 隊友直接 打得蠻爽的 我跟你講 肯定是有我的犧牲 他們才會如此的成功 喔對了 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之後 可能會比較長 沒有辦法那麼長發影片 一個禮拜兩部 我已經很勉強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 如果影片之後 發的可能速度沒有那麼快 還請大家見諒 因為我不想因為我的工作 而放棄我做了那麼久的頻道 唉唷這邊 我們的啞鈴直接 哇 直接衝進去了 對面 對面直接擋不住 雖然是刀鋒寶貝傳說的甘女兒 不過 我們同仁 雙刀流 你出這個造型官方 基本上就是等著不用玩 這隻角色 將會稱霸整個傳說戰場 你看這中二的特效 這個中二的招式 一技能下去還會念 心爆氣流斬 我說老實話 我真的超喜歡雅蓮這隻角色 不過我覺得 我是因為同仁的造型才喜歡他 拿著雙劍就是屌就是帥 這邊我們順利的 把對面五隻刀鋒給人頭拿下來 順利的拿下來這場的勝利 他看來老公打老婆 結局是老公會贏啊 所以啊 不要惹老公啊 老公說想買什麼就買啊 他今天想要去哪裡 就給他去哪裡 他今天想要去夜店 你就跟他講去 他今天想要買藍寶堅尼 就跟他講買 貸款也給他買 他今天想要包養小三 也給他包 好不好 我們就是徹底的服從 對不對 這個頻道快壞掉了 好啦 各位就不用太認真 這只是娛樂而已好不好 找了十個人有這個造型的 其實找了蠻久的 不過這個造型真的太好看了 這根本就是必抽啊 不過抽完之後 我的荷包都在 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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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 好啦好啦開玩笑的 不要檢舉我好不好 我只是偶爾愛開車而已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我的YT頻道 點讚我的臉書粉… 臉書粉絲團跟追蹤我的IG好不好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T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好不好 剩下的都沒了 阿對記得按讚 就這樣囉 掰掰 功夫練到家 魔王野奏趴 能動手就別動口 好 我 擁抱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